竹马是豪门贵公子 绿茶室友以为我俩是重组家庭的兄妹 他想嫁入豪门 于是威胁我的竹马 你也不想你和你妹妹的事被父母知道吧 竹马生死历劫 妹你奶奶个童儿 这是老子追了八年才追到老婆 一 开学第一天 宿舍里气氛就不对了 我简单的跟三个室友说了我的名字 其他两个都是热情回应 只有一个穿着黄色长裙的女孩 不仅不搭理我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我试着热心肠的人 看他这样 关心道 牙尖嘴利 口活一定很好吧 怪不得年纪轻轻就坐上路虎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徐归远开车送我来学校 正巧被他撞见了 另外两个室友看情况不对 连忙打圆场 我懒得跟他争辩 随口说了句我家是开公司的 女孩一愣 胡怡的扫了我几眼 没过一会儿 一道腻的我起鸡皮疙瘩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圆圆 我叫周子柔 刚刚是我误会你了 我嗡了一声继续收拾床铺 周子柔气气哀哀哀的声音又更近了 圆圆 你为什么姓钟啊 第一次见面的人问这个 未免有点太奇怪 不过我还是顺嘴答应了 因为我妈姓钟 周子柔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看向我的眼神越发灼热 就好像我是一座金山 A大事A是最好哄的大学 新生入学第一晚会举办开学晚会 每个学生参加晚会的礼服 有本事龙头企业徐氏集团提供 我本想躺在床上休息 因为徐归远已经给我准备了两套礼服 但周子柔强烈要求我跟他一起去 另外两个室友也帮腔 对呀 钟圆圆 这是我们宿舍第一次集体活动 你可不能缺席呀 我不想扫兴 于是答应和他们一起去 谁知道我刚答应 周子柔眼睛就横了起来 他阴阳怪气的对另外两个室友说 你们不会是想扒着我和圆圆一起去吧 我皱着眉 眉里周子柔 跟另外两个室友走了 周子柔连忙跟了上来 玄礼服的地方人很多 周子柔紧紧挽着我的手臂 忽然间他眼神一亮 寻着目光看去 是一条淡粉色的鱼尾脱地长裙 上面点缀着数不清的水晶 每一颗都是由大到小 明明没有颜色 却呈现出了一种渐变的感觉 不过此刻他正放在玻璃橱窗里 上面写着不可识穿 周子柔语气激动 圆圆 我想要那条裙子 说完 他眼神期待地看着我 徐归远怎么把我的礼服放到这里了 还有 周子柔怎么做出一副 想让我帮他拿的样子 我不想让太多人关注 于是说 可是上面写着不可识穿 看样子是已经有人预定了 哪知道周子柔一听这话 忽然发了怒 他中气十足地 对着正在挑选礼服的女生们 吼了起来 是谁这么不长眼 敢跟圆圆抢衣服 啊 大姐 不是你想要吗 女生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子柔表情更是得意 转头看向我一脸讨好 圆圆 我们把他们都赶出去吧 等我们选完了再让他们进来 有一个女生忍不住说 你们凭什么这么霸道 周子柔吃笑一声 就凭圆圆这个人 我算是看明白了 周子柔打着我的旗号 作威作福 给我拉仇恨呢 我把手臂从他手里抽出来 淡淡倒 我早就说了我不用选衣服 只是来陪你们的 应该是子柔 害怕自己选不到喜欢的 所以才让大家都出去 我把子柔两个字加重了 周子柔脸色一僵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说了句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算什么鸟 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这才重新热闹起来 我单刀直入问他 明明是你自己要撵别人出去 为什么做出一副 不是我直屎的样子 周子柔咬唇 轻声跟我道歉 我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却打定主意 不能跟他深交 果然 下一秒 周子柔就指着那条脱地鱼尾裙 圆圆 我真的喜欢那条裙子 你肯定有办法的 我叹了口气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要是徐桂远看见他 给我准备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 只怕会发疯 我迟疑地说道 那个 那条裙子是我的 刹时间 周子柔的脸色五光十色 堪称行走的调色盘 他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是吗 不好意思圆圆 你眼光真好 我也觉得有点尴尬 于是把几个室友带去了仓库 徐桂远和我选了几周的礼服 最终敲定那两件 还有另外几件没被选中 也很漂亮 就放在仓库里 本来是打算 之后参加其他演会再穿的 现在就当做送给他们的开学礼物吧 仓库里光线昏暗 周子柔进去试礼服时 没关手机 很失谎眼 我想顺手给他关了 却看见屏幕上的图片 是一辆路虎 正是徐桂远的那辆车 搜索栏上写着 车牌号户A8888的路虎是谁的 车牌号维护A8888的路虎 是徐氏集团继承人徐桂远的车 图片 回想起周子柔的种种表现 怪不得他会问我为什么姓种 他不会以为我也是徐家的人吧 嗯 虽然好像也差不多了 只是周子柔并没有直说 我平白无故去解释 反而显得自作多情了 我装作没看见 等着做完装造 晚会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大厅里布置的金碧辉煌 是某人一向的品位 我刚到 徐桂远就作为徐氏集团的代表 站上了发言台 徐桂远身着一身 剪裁妥贴的黑色西装 勾勒出流畅的身形 胸前别着一只粉色的勺药 桃花眼不住的往我这边瞟 身旁的周子柔 激动的掐住了我的手 圆圆 你哥 徐公子是不是一直在看我们这边啊 说着 他做得更直了 挺了挺饱满的胸脯 恨不得整个人都踢到我身上 我狠狠瞪了孔雀开屏的徐桂远急眼 他脸上露出了个低落的表情 这才没把目光放我身上 三 每年开学晚会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梁梁组队跳连衣舞 今年也不例外 站在台上的徐桂远笑得狡黠 我心里顿感不妙 果然 徐桂远从台上下来 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身旁的周子柔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指甲无意识掐得我身旁 徐桂远看出来了 快步走来 打开了周子柔的手 他紧张地抬起我的手臂 看见没有瘀青才松了口气 这位美丽的女士 能邀请你和我跳一支舞吗 徐桂远微微弯腰伸出右手 两只如黑钥匙一般的毛子 对着我眨了眨 周围人发出惊呼 他们没想到 徐氏的太子爷竟然会随机挑选信任 徐氏集团是A大最大的赞助商 来之前我警告过徐桂远 不许暴露我们的关系 我只想享受低调平静的校园生活 我就知道他会来这死出 我深吸口气 点头答应 我没注意到 身旁的周子柔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我换礼服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暖掉的灯光照得每块砖石 都散发着微微的光运 也就导致了 我没看清地面上多了一层湿滑的东西 脚踩上去立马打滑 我摔倒在地 紧接着脚心传来剧烈的疼痛 我惊呼一声 身前传来熟悉的声音 圆圆 你怎么了 是周子柔 他一脸焦急的把我扶到房间里坐下 我脱了鞋 鞋底有青油 还有一只图钉 稳稳地扎进了我的右脚心 周子柔惊呼 怎么会这样 他握住我的手 眼含关切 既然这样 你还是好好休息 跟徐公子跳舞这件事只能我来了 要是还看不出点什么 我就是傻子 周子柔见我不说话 凑过来巧声说 圆圆 其实我知道他是你哥哥 你放心 我肯定把他看好了 不让那些拜金女有接近他的机会 大姐你算盘珠子都快绷我脸上了 我冷笑道 好啊 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看好他的 周子柔面色一喜 竟然直接把那条我跳舞穿的粉色鱼尾裙穿身上了 穿上了心心念念的裙子 他眼里流露出得意 看见我看他 他低声道 我这也是为了和徐公子看起来配一点 我简单做了个包扎 坚持要跟周子柔一起去大厅 当周子柔扶着一蹦一跳的我出现在大厅时 徐归远的表情剧烈变化 徐归远朝我跑过来 手中酒杯没放纹 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徐归远看着我缠着绷带的右脚 急得单膝跪地检查起了我的伤势 周围一阵稀奇声 我脸有些红 徐归远抬头 眼眶有点泛红 小元 是不是很痛 我点头 周子柔却在此刻趁机邀功 他的声音加得人菊花一紧 徐公子 我发现圆圆摔倒 赶紧就帮他检查了伤势 已经没事了 徐归远却远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将我打横抱起 就要离开 我轻咳一声 示意他看周子柔 徐归远目光一过去 脸色瞬间黑如锅底 我给小元的衣服 怎么会穿在你身上 四 周子柔被他的语气吓得一抖 连连解释 是因为我脚受伤了 不方便跳舞 他才临时顶替的 徐归远吃笑一声 眼神冰冷无比 身为徐氏集团的继承人 徐归远看人的眼光 何其毒辣 周子柔那点心思 在他面前简直无所遁形 拜托你搞清楚 我邀请的是小元 不是随便一只阿猫阿狗 就在这时 走廊的监控视频 代替我跟徐归远跳舞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还好图钉只是扎进了我的脚 要是扎进我的眼睛 我的太阳穴呢 一阵后怕 我点了个空投送 监控视频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所有人都看清了周子柔的所作所为 卧槽 这女的有病吧 人家招他惹他了 看面相就不是什么好人 那个叫圆圆的女生 好像是他室友啊 真倒霉 徐归远瞳孔紧缩了一下 抱住我的手臂更加用力了 他语气森寒无比 你是叫周子柔 周子柔慌不择路 对着周围的同学吼叫 他妈的笑死我了 嗨AI 你还是想想 怎么让AI帮你吃饶饭吧 徐归远想把我放下 我怕他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搂紧了他的脖子 痛 他浑身一僵 叫来了保安 把周子柔拖了出去 直接拖去警局 就说他蓄意伤人 这位小姐不是这么喜欢 抢别人东西吗 送他进去抢饶饭 到了休息室 徐归远解开绷带 替我重新爆炸 看着我身邪的脚心 他的眼眶红了 自从小时候我因为救他 心脏病发昏迷之后 他就把我当作雌娃娃对待 看不得我任何小病小痛 我应该让他尝尝被图钉扎的滋味 我义正言辞的说 徐归远 你怎么能这么想 在新中国没有死刑 不论何时何地 请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为了避免徐归远成为黑心连 我时常用红色文化熏陶他 手机响了 是周子柔打的电话 我本想挂掉 却误点了接通 电话那头周子柔哭得很惨 圆圆是我猪油蒙了心 求求你帮我跟你哥哥说句好话吧 我真的不想坐牢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按断了电话 徐归远微眯着眼睛 语气危险 哥哥 我善笑两声没说话 忽然他凑近我 惩罚一般的轻咬了一下我的唇瓣 我脸红了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 徐归远才去车回了徐氏 等回了宿舍 桌子上放着他给我买的一大包药 令人没想到的是 周子柔竟然很快被放了出来 我正在洗澡 就听见宿舍门被人用力的打开又关上 紧接着就是一阵叮令匡刚翻东西的声音 我正想的是谁 就有浅眠的室友说别吵了 这下算是撞枪口上了 我他妈找东西爱着你了 别他妈来惹我 竟然是周子柔 他现在不应该在警察局吗 五 室友都见识过他的逮捕 一时间还真没人敢说话 我打开浴室门从里面走出来 周子柔看见我 极力的露出一个微笑 但眼里只有深深的怨毒 他靠近我的瞬间 我感到有种被毒蛇盯上的错觉 圆圆求求你原谅我 我只是 我只是对你哥一见钟情 鬼迷心窍才干了这种事 宿舍里鸭雀无声 害人性命这件事 被他轻描淡写的 在我这个受害者面前说出来 我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周子柔一直求着我原谅 对我狠狠拒绝后 他又站在我的床前不走 影子倒映在窗帘上 看起来很有些压迫感 以为我是被吓带的 我不理他 过了二十多分钟 他也上床了 我提防着周子柔 想等他先睡着 于是刷起了手机 微博推荐页上有一条内容 引起了我的关注 不就是一条破理服吗 有什么好嘚瑟的 等我嫁进了徐氏 连块抹布都不让你穿 用户昵称是柔骨 不会这要巧吧 我点进主页 发现他几分钟前 才刚更新了一条 内容是说自己 被一个叫做陈迟安的人保释了 那个人还告诉他 说他长得很像徐桂远的白月光 只要努把力 肯定能迷住徐桂远 徐桂远有白月光 难道是他出国那两年认识的 想到这里 我立马给徐桂远发了微信 听说你有白月光 那头一个视频电话打了过来 我手忙脚乱戴上耳机 才接通电话 一张放大的俊脸 出现在屏幕那头 徐桂远刚洗完澡 头发湿漉漉的 我有白月光 你听谁说的 我示意他寝室有人在睡觉 打下了一行字 周子柔说自己跟你白月光长得很像 我难得的看见 徐桂远脸上出现了两秒空白 两秒过后 他被气笑了 我连周子柔长什么样子都记不住 我若有所思挂断了电话 徐桂远和我家是市交 我们两家都是国货企业 他家是A市龙头 产品线包揽高中低端 生产产品遍布全国 我家就不一样了 二十年如一日 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便秘人群 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从此大便无忧 没错 我家是卖开赛路的 本以为两家家境逐渐天差地别 会渐行渐远 没想到徐家的男人全是恋爱的 徐桂远和他妈赵阿姨都喜欢我 徐桂远的爸爸又爱惨了赵阿姨 所以我反倒成了 徐家家庭地位最高的人 徐桂远没有所谓的白月光 那这个叫做陈迟安的人 保释了周子柔 又鼓励他拿下徐桂远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找了一个私人侦探 暗中调查陈迟安 第二天就是周一 大家要顶着烈日军训 室友李静看见我还没有换衣服 催促着 周圆远马上就集合了 辅导员说了受伤了 也要穿好衣服给教官请假 我有心脏病 不能军训 李静流露出了然又有点羡慕的眼神 周子柔听见这话 一屁股挤开李静 关切道 圆远那我跟教官申请照顾你 你身体这么弱 我害怕你出事 六 李静翻了个白眼 你装什么呢 周圆远没有危险的时候 你就是最大的危险 我看你不是怕圆远出事 你是自己想偷懒吧 周子柔想说什么 李静却已经走远了 他扯了个僵硬的笑容 想扶我走 我后退一步 圆远 周子柔同学 我能够自己走 还有 以后请教我大名 我们还没那么熟 本以为我说的够明显了 但周子柔就像只苍蝇一样 一直围在我身边嗡嗡转 只要休息 他就对我虚寒问暖 端茶送水 要不是我刷到了他微博小号 根本看不出来 他心里的想法是连快八步都不给我穿 还真是能屈能伸 他一直在眺望着操场门口 快到中午 他终于忍不住了 袁 周圆圆 你受伤了 你哥今天不来看你吗 我就知道他打的这个主意 我故作天真 眨着眼睛 他本来要来的 是我怕他辛苦 不让他来的 周子柔一副吃了屎的表情 军训几天下来 周子柔都没见到徐桂远 明显有些暗纳不住了 他开始频繁偷窥我的屏幕 有时候是从床帘的缝隙里偷看 有时候是趁我坐在桌子边 他爬上床府看 甚至于他会在我上厕所之前 偷偷拿走我手机 又因为解不开所放回来 被人监视的恶心感让我反胃 我立声制止 得到的结果却是他一脸无辜 啊 没有啊 袁袁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憋屈的我长了好几个痘 这天他微博又更新了 内容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竟然通过镜子的反光 知道了我手机密码 趁我洗澡时打开了我的手机 周圆圆给他哥的备注居然是大名 笑死也太好找了 拒绝了我的好友申请也没关系 要是你知道明天来餐厅的是我 应该会很惊喜吧 毕竟谁能拒绝白月光呢 我打开微信 我和徐桂远的聊天记录里 并没有提到什么餐厅 我怀疑是被删了 一问 果然是 周子柔用我的微信 约徐桂远明天晚上去吃西餐 我怒了 那句话说得好 癩蛤蟆趴脚面上 不咬人 他恶心人 我告诉了徐桂远这件事 并表示我要亲自解决 与此同时 关于陈池安的身份也水落石出了 他竟然是陈氏集团的小少爷 陈氏集团虽然是A氏的万年老二 但实力依旧很强劲 这样一个人 接近周子柔的目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 唯一一个解释就是 陈池安要帮助周子柔 拿下徐家唯一的继承人 想办法从内部瓦解徐家 于是他编了个莫须有的白月光 来哄片长相漂亮的周子柔 接近徐桂远 可惜他压错了宝 周子柔的手段并不高明 第二天 周子柔的喜悦一于眼表 很快就到了晚上 他穿着一条白色修身小短裙 假如表情不那么得意的话 看起来还真有白月光的感觉 等他出门后 我坐上了楼下司机的车 我比周子柔先一步到餐厅 起 徐桂远穿着简单的白替牛仔裤 等在门口 见我来了 带着我去了预定的位置 在等上菜的途中 我看见周子柔走进了餐厅 正四处搜寻 我朝他招招手 他看见我 脸色一变 转身就想离开 我哪里会让他如意 我今天也只穿了T恤和牛仔裤 就是为了方便逮他 我捏着他的手腕 把他拖到了餐桌旁 你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周子柔挣扎不过 立刻做出楚楚可怜的表情 话是对我说的 眼神却看向徐桂远 徐桂远冷声道 再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我 我不介意把你眼睛挖了 周子柔抖了抖 又打哈哈 真巧 你们都在这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巧吗 这不是你给我和徐桂远安排的饭局吗 哦不对 应该是你冒充我安排的饭局 说着 我一下把周子柔灌到了桌上趴着 你要找的人不就在这儿吗 干嘛要走啊 周子柔见事情败露 索性也不装了 他泪眼迷蒙地看着徐桂远 桂远 我只是想弥补你内心的伤痛 那个女人离开你了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徐桂远择了一声 不耐烦到了顶点 你脖子上的玩意儿是摆设 长得跟个叶狐似的 还想弥补我内心的伤痛 还不快滚 我是不打女人 不代表我不打贱人 周子柔哭着跑走了 徐桂远烦躁地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我一想到他冒充你 我就恶心 他12岁那年被绑架 留下了心理创伤 很容易烦躁 我敲了敲桌子 够了呀 你再不控制脾气我可就走了 徐桂远安静下来 紧接着他告诉我一个消息 那就是陈池安根本就不是 陈氏集团的小少爷 真正的陈小少爷还在国外留学 这个陈池安是陈小少爷 在国外认识的朋友 陈池安就是个专门骗女性钱财的骗子 俗称杀猪 因为认识陈少爷 所以有事没事就出入陈氏大楼 顺便在不知情人士的面前 营造了自己的身份 陈氏集团继承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 周子柔是遇见杀猪盘了 徐桂远点点头 岂止 陈池安甚至想利用周子柔 把我也套进杀猪盘里 那他直接找一个更有钱的女生不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通过周子柔来骗你 徐桂远告诉我 陈池安干这项太久 在有钱女人的圈子里早就声名狼藉 现在反而只能骗这种家境普通的女孩 但是由奢入减难 他应该是觉得周子柔有机会接近我 所以舍不得放掉我这条大鱼 我还想再问些细节 徐桂远却不肯再说了 他嫌这些无聊的话题 打扰了我们的二人世界 明天就是阅兵一事 不参加军训的也必须到场观看 所以我今晚还是回了宿舍 本想着告诉周子柔 让他尽快抽身 却没想到他不再寝室 发微信 得到的回复是一个鲜红的感叹号 行吧 只能等他回来再说了 直到第二天晚上 周子柔才回学校 就连阅兵都没参加 爸 因为这个 我们班板上钉钉的优秀联队也丢了 班上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李静一见他来教室 就狂翻白眼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没有责任心 连假都不请 害得我们全部IP 周子柔却只高气昂 死巴婆 我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计较 他不管班上的窃窃私语 只是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我 手机响了一声 是周子柔发了一条微信 我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 真恶心 你不张嘴 我还不知道你吃屎了呢 你才恶心 滚 不管怎样 先骂了再说 你要是不想我曝光你和徐归远 就立刻给我五百万 我真怀疑周子柔是昨晚脑子被驴踢了 我想了想 周子柔要这么多钱 肯定是被杀猪盘了 可是我和徐归远凭什么当冤大头 我用最后一丝残存的善良回复他 你离那个陈迟安远一点吧 他会骗得你倾家荡产的 发完拉黑山储一条龙送他 可陈迟安确实有一套 把周子柔骗得团团转 他欺而不舍地跟了我几天 终于在徐归远接我下课时拦住了我们 他看着我们交握的手 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 徐归远 要是不想被别人知道你们兄妹乱伦 就赶快给我五百万 就算是重组家庭 你们也是名义上的兄妹 你也不想你和你妹妹的事被父母知道吧 徐归远怒了 妹你奶奶个团儿 这是老子追了八年才追到老婆 路过的同学都朝这边看 周子柔也被吓了一跳 很快他冷笑了一声 你确定不给我 我给你妈 徐归远拉着憋不住笑的我走了 一路走一路念 徐归远突然停下来 真的不能直接收拾他们吗 他说的收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拾 我板着脸 你说呢 徐归远这才不甘心的把头埋在我颈间 声音嗡嗡的 呼吸带起一片松麻 好吧 那让他唤寝室总可以了吧 我总觉得他会对你下黑手 我安抚的拍了拍徐归远的背 被他说中了 第二天 学校里面就有了关于我的谣言 说我和自己哥哥不清不楚 这豪门里面脏的你们都想象不到 你看钟圆圆平时看起来冰清玉洁的 私底下是这么个货色 周子柔在教室里兴奋的往我身上泼脏水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你一个人不就挺会说的吗 来你说说 我是哪种货色 是不是你这种贱货 周子柔破罐子破摔 嚷嚷着我跟自己哥哥搞到一起 我提起他的头发 把他对到我手机屏幕前 上面赫然是一个匿名的人发的帖子 已经有几百条回复和转发了 讲述我妈妈当小三 插足了徐归远爸爸的婚姻 带着我这个前夫留下的肿进了徐家 我又和我名义上的哥哥徐归远 搞到了一起 编得有鼻子有眼的 要不是我爸我妈 现在正在国外找配方改进开塞路 我都差点信了 是你发的吧 就 周子柔猖狂的笑起来 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发的 这叫诽谤 我咧嘴一笑 谁说我没有证据 我亮出手里的东西 是刚从他包里摸出来的手机 在周子柔震惊的目光中 我输入了正确的密码 打开了他的手机 果然 他就是那个发帖人 这还要多亏了从周子柔那里学来的脱窥技巧 周子柔仍旧嘴硬 是我发的又怎么样 我只是把事实发出来了而已 有他这句话就够了 我录音录评 留存证据 反手以诽谤罪 把周子柔告上了法庭 可惜的是 因为帖子是发布在校园网内的 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再加上周子柔认错态度良好 法院只是罚他 赔偿了一万块精神损失费 经过这次的事件 徐归远强烈要求我给他一个名分 别人都这么说我们了 你还能忍 我实名发帖 简单澄清了之前周子柔对我的污蔑 也承认了徐归远的男友身份 徐归远在下面疯狂顶帖 亲亲老婆 老婆我来了 这几个词条迅速被看热闹的网友冲上热搜 与此同时我的家事也被扒了个底朝天 大多数网友都进行了调侃和祝福 热评第一是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拉屎不通畅了 还有小部分人拿我家卖开塞路这件事来嘲讽我 说我配不上徐氏集团的公子 徐归远亲自下场回应 我追了八年才追上 你说他配不上我 来来来 明天晚上六点 万达广场对坎 我家事报出来的当天晚上 周子柔就被戏里下达了通知 让他搬去别的寝室 由于他的事迹太过出名 没人愿意接纳他 所以他现在暂时是一个人住 走之前 从镜子里我看到他恨恨的看着我 等我转过脸去 他却又对着我笑了一下 你还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周子柔眼神挣扎了一下 你男朋友这么有钱 能把那一万块还给我吗 他的歪理虽迟弹道 有钱就一定要送钱给别人吗 再说了 那是对他伤害我给出的惩罚 我们绝不能够让害人 变成一件零成本的事情 我拒绝后 周子柔才露出真面目 不给就不给 你家不就是个卖开塞路的吗 真以为自己飞上之头 变凤凰了 我不稀罕 说完 重重把门摔上 李靖见我发愣 以为我是被伤到了自尊 他拍拍我的肩膀 卖开塞路怎么了 开塞路救了我好多次 我这才回过神来 对呀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家是卖开塞路的了 趁着这一波热度 开个直播 那销量不得蹭蹭蹭的涨 我简直是天才 恰逢最近老国货 全体上桌吃饭 我爸的那些老朋友 蜂草 黑象 纷纷开启直播带货高潮 只是我爸妈不在国内 开学又太忙了 我就只有眼馋的份 这波热度 我必须接住 我紧锣密鼓的 开始筹备直播事项 招住播 招售后 和平台沟通 忙得脚不沾地 我有个毛病 忙起来就会忘了吃饭 高考前几个月 差点把自己饿出胃病 徐规远知道 我想自己做直播 于是他就天天给我做饭 等忙完 马上就要开播的时候 我才知道 网上对我有一阵恶评 因为我家也是老国货 还自带热度 却没有参与这场国货庆典 于是就有人带节奏 说我是嫌自己家丢人 所以才隐身这么久 一看ID 几乎全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再仔细一看 哟 热评前几 还有个柔骨呢 很明显 这是对家在给我家买黑热搜 这两天 那个外国牌子的开赛路 开了好几场直播 正看着 这条微博突然不见了 热搜词条也变黑了 我看向一旁 摆弄汽车模型的徐规远 他笑得开朗 怎么了 你越是堵他们的嘴 他们越是逆反 人的嘴巴会说谎 但是行动不会 我今天就要用行动证明一切 我发了条微博 今晚八点 我在某阴阳应龙 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开播 不见不散哦 徐规远火速转发 我要当老婆的榜一 给老婆刷城堡 晚上八点 直播间一瞬间涌入数万人 徐规远顶着主播是我老婆 这个昵称连刷了十个梦幻城堡 登顶榜一 行了行了 我们都知道主播是你老婆了 一边玩去吧 有钱人终成眷属 没钱人亲眼目睹 呜呜呜 我贴心介绍不同链接适合的人群 脸上始终挂着营业的微笑 那些说我嫌弃自家产品的谣言 不攻自破 在直播的最后 我放出了攻击我的水军的地址 同行之间有竞争是难免的事 但我始终相信 把产品做好才是最硬的道理 如果只想着搞歪门邪道 市场不会陪你演戏 再有下一次 我们会采取法律措施 姐姐好仨 请正面up我 我早就觉得那些攻击很无厘头了 今晚一过 我家彻底成了国内开塞路顶流 那家攻击我的外国品牌 从此悄悄退出了中国市场 十 没过多久 我爸妈带着新的开塞路配方回来了 接管直播间 每天跟便秘网友交流心得 我也正式从这场风波中脱身 本以为我终于能够好好享受 平静的校园生活 却没想到宿舍最近怪事频发 先是李静放在钱包里的钱不翼而飞 又是室友张欢欢的纯金项链失窃 这次倒好 我的新包不见了 那是徐归远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们三个一致决定 在宿舍安装监控 刚装上两天 我的镯子又消失了 我们连忙打开监控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周子柔 他先是敲了敲门 发现没人后 用钥匙打开了宿舍门 我们把监控保存下来 打算去报警 就在这个时候 我接到了辅导员打来的电话 辅导员办公室里 站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周子柔 辅导员面露难色 试探性说 钟圆圆 刘老师那个项目 选上你了 我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 周子柔哭得更厉害了 辅导员急道 你看啊 是这样的 周子柔同学也想参加刘老师的项目 你看能不能 刘老师在本专业的学术上颇有建树 是国内的一流学者 这次的项目是冲着德国奖去的 因为尖端人才不够 特意招一个大一的打下手 不仅能够署名 一个学期还能得到一万块奖金 报名后经过层层筛选 最终选中了我 可是现在辅导员却要我拱手让人 想起周子柔的那些偷窃行径 我猜测 他应该是为了那一万块钱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研究名额怎么能让来让去呢 再说了 就算我愿意 刘老师也不愿意吧 周子柔冲到窗边 做出一副想轻声的模样 吓得辅导员连忙拉住了他 不得不说 周子柔拿捏住了辅导员 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我勾纯一笑 周子柔 等会警察来抓你 你也要这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周子柔浑身一震 下一秒 警笛声响起 他瘫倒在地 因为涉事金额巨大 周子柔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由于周子柔不服判决 决定二次上诉 所以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 但周子柔早就声名狼藉 就连学校都开除了他 回寝室时 我撞见了急匆匆往外跑的周子柔 看见我的那一瞬间 他露出了个疯狂的笑容 我害怕他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 赶紧回了宿舍 反锁上门 心脏砰砰跳 周子柔的宿舍在另一头 可是他却是从我们宿舍这边跑出来的 难道他刚刚又进来了 上次我们找了学校维修部 打算换锁 但工人迟迟不来 锁就一直没有换 他来我们宿舍干什么 我心里莫名不安 点开了监控 周子柔刚刚果然进来了 他神情有些癫狂 翻出了我的药盒 那是我每天都要吃的 治疗心脏病的药 接着周子柔从包里掏出了一堆药片 替换了药盒中原本的药物 他嘴里还念念有词 钟圆圆这贱人 我要你去死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拿出药物去检测 检测出来是盐酸普奈洛尔片 和盐酸暗点铜片 心脏病人吃了会加重病情 没想到周子柔竟然想置我于死地 我仔细询问了医生 确定只吃一片影响不大 又在吃药前给徐规远发了消息 让他来接我 我有点不舒服 得到回答后 我咬牙吃下了一片药 没过两分钟 心口传来剧烈的疼痛 模糊中我看到有个身影 朝我飞奔过来 等在醒来时 我已经在医院了 徐规远见我醒来 想抱我又怕伤到我 只能握紧我的手 医生说是服用了不当的药物导致的 我把监控视频交给了警察 周子柔正式被逮捕 徐规远低着头沉默了几秒 怎么了 他抬头看起来很是生气 但眼角湿润 小元 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答应我 徐规远是个多聪明的人 在我交出证据的那一刻 他就猜到了我的心思 我不回答 徐规远急的声音都哑了 小元 你再这样 我就把你锁起来 我笑弯了眼 那我也要把你锁起来 紧接着 我就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周子柔涉嫌盗窃罪 和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15年啊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数字 我想 希望我以后的人生 都能像今夜一般 抬头就能看见满天星河